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跟往常一样常常见到孙女 为此还特别四处追问残疾跟最新一期疫苗实验的消息 那最后呢是在7月26号终于轮到他打AZ疫苗了 没想到在7月30号呢就出现了症状 那包含是呢有出现一阵一阵的剧痛 那甚至还有呕吐 那另外呢还有非常剧烈的疼痛 根本没有办法动 那最后呢是在7月30号当天下午躺在沙发上休息之后呢 就没了呼吸心跳 那一直到这个打119过来之后呢 医护人员还进行CPR 那九把刀就回忆说呢 他当时候心情呢真的相当难过 就像是被掏空一样 不过呢也是希望说呢 可以给一个清楚的答案 虽然深受打击 不过呢他们仍然是将妈妈的遗体 来送往司法解剖完毕 那希望呢等待后续的报告出炉 有什么事呢 谢谢观看